上帝之城,算是我们宇宙中最神秘的现象之一 科学家们不停地在哈勃望远镜的帮助下,试图发现该物体的性质 哈勃望远镜是发射到地球轨道以来最强大的望远镜 事情发生在27年前,经文学家发现了许多有趣的宇宙现象 关于这件事,还有段短事情,可关注小编进去查看 例如,望远镜拍摄的最神秘而矛盾的物体之一,就是宇宙中心的一种神秘现象 上帝之城,佛罗里达大学的陈威尔逊教授指出 这是有趣的心灵,1994年12月26日,在哈勃的轨道上,拍摄了一张照片 为了更详细的检查图片,科学家利用了放大镜,并能够考虑百般的奇怪结构 在与美国宇航局联系后,威尔逊享受了他的发现 并邀请美国太空总署充分利用轨道望远镜的功能,尽可能接近之前固定的物体 该组织立即做出反应,哈勃得到了一份新工作 将其所有的可用功率的集聚在宇宙的中心 几秒钟后,哈勃飞行控制中心的员工被所收到的图像看得傻眼了 这张照片清晰地显示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城市 在空间中静静地翱翔 与宇宙中的行星或其他物体没有任何约束力 被发现的物体被称为上帝之城 因为根据计算机的数据,它确实位于宇宙的中心,该结构长达几十亿公里,散发出神秘的光芒 而我们的地球在这个物体的背景下,看起来像是一个不起眼的沙粒 太空让人现接收到的数据表明,城市空间的外星门名 使得不受到周围星期的规则,并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相吻合 科学家们认为,这个惊人的空间物体应该是有人居住的 但其居民不太可能是我们人的外表 也许这个巨大的飞行城市的创造者是至今最高度发达的文明 颠覆了我们被空间无几的理解 据推测,这个过度发达的文明超越了任何星球 根据英勞专家的说法,这个居民可能会威胁着地球 而了解到美国航空航天局对公众领藏了整个上帝之城的信息 虚拟专家立即认为这是神创造的文明,是宇宙中存在的一切的创造者 美国宇宙局的专家还计算出,上帝之城不算是宇宙的中心 因为它是从它的位置和星系分析的角度出发的 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它不是宇宙的中心 只是远离我们的星球罢了 由于它不忘远近,科学家们将来会了解到